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回来新加坡蛮常回来 就是来看家人 然后我妈妈年纪蛮大的 所以那么多年我在海外 可是我也常回来 回来发展就是刚好这两年就想到了 没有什么大挣扎 我已经习惯新加坡的生活了 毕竟在这边长大的 所以我回来就全家人跟我回来 就我的台湾的太太 还有小孩子现在都在这里上学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过程 前如果我在到处拍戏的时候 至少一个月一两次都会在坐飞机 突然那么突然连续两年都没有上飞机 真的让一个人思考的比较多 可是我也蛮感谢有这个机会 算是休息 然后跟家人相处 毕竟我女儿也是那个时候就五岁 现在她七岁了 这个年龄是最重要的 就一定要珍惜 所以我几乎是变24小时的爸爸 然后一直在家里 到一个地步她已经习惯了 可是我觉得她太习惯也可能不是一个好事 我以前当摩托的时候摩托 然后去海外发展演戏呢 当然妈妈就是妈妈 她会一直想希望儿子在她身边 可是我准备应付这个状态是 就常叫我妈妈过去找我 不管我在哪里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拍戏呢 都会找她过来 要不然我也说我就常回来新加坡看她 所以稍微前几年她有少说就叫我回家了 对可是现在我回来就是 她就非常开心 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重点站 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或者任何状况 有时候真的需要休息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回家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毕竟在这里长大的 一直会想家 去了那么多地方 到最后 为什么我全家人现在都是搬回来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对小朋友很好的环境 不管是教育呢还是安全性呢 你真的要到全世界走了 你才会发现 其实新加坡真的是 一个非常很适合家庭生活的一个地方 重点整类可能会 也成为我们很适合家庭 glue 对小朋友也就是 那你就不要带来 那你就不要失败原来 你如果搞定 我们能够